各位大男主持, 宜王中華的列車, 正在出現網站 下一站, 盧密雪 《書國字》在書展的講座, 主題是《我是如何寫東西的?》 聽了一個半小時, 其實我什麼都學不到 因為寫作不是寫字, 懂寫字不等於懂寫作 所以根本是沒得教的 甚至有人問他, 可否推薦一些值得看的書? 他就說, 閱讀當然值得鼓勵 只不過, 這些那麼專業的推介 都是留給寫書評的人做 因為那樣的工作是別人的專業 其實, 想心一層, 很多東西都一樣 就像《書國字》的作品, 他寫的書 有關旅遊, 亦有關飲食 但我認為, 他不可以像一般人一樣 硬硬要加上去的所謂的旅遊家、食家 如果要更貼切的話, 我認為應該說他是生活家 既然是這樣, 學他過的生活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從中偷到詩了吧 嗯, 這樣也可以 只不過, 不見得你可以真的照樣煮碗 基本上, 他自己在講座上都透露了 他向來選擇是在沒有電視、沒有冷氣、沒有雪櫃和沒有電腦當中生活 以上四種統稱, 生活的四個現代化, 通通都欠奉 我猜很多人都頂不住, 甚至乎會反問一句 要不需要這麼清教徒? 要不需要這麼原教主義? 偏偏,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要不需要 視乎每個人自己心裡的價值 若懂得的話, 跟著他做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困難 是嗎? 祖國自之所以這樣做, 其實是用心良苦 祂要將生活品嘗得更真實 明顯地, 祂認為一切生活上的美好 都是最原始、最簡單的 嗯, 就像去旅遊一樣 想了解當地人的生活 最好的方法是沒有目的地走 慢慢地走, 慢慢地去看 不只是用眼看, 還用心去看 你的收穫自然會豐富 因為你沒有預設, 你沒有期盼過任何一樣東西 最後, 任何一樣的發現 都會令你心滿意足, 永之難忘 若你只是跟著那些所謂名家的旅遊書 那些什麼人生必去景點, 必吃的餐廳 又或者那些沒得書的影相位 你便被人畫地圈一樣 與其你跟別人的足跡 不如自己去發掘 生活的美好, 有時與結果無關 叫人難忘的, 大部分都只是個過程 如果說到這裡, 你還明白的話 Sorry, 我想你也不適合寫作 多謝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